你又叫我來 你坐在這裏一小時了 這次用東西都不喝 這麼浪費都不是辦法的 你想吊上去 我不放過Message 很煩著他 你坐在這裏也不是辦法的 你知道他在哪裏 就直接去家樓找他 見到他 把你在想什麼都跟他說出來 行嗎 你繼續坐在這裏 就注定自己可以做一個失敗者 你出去 你就成為人生的勝利者 你想做一個勝利者 還是想做一個失敗者 好 遇上夜班 你經常幫他找他 那就突顯出你的勝利 他想怎樣 有人看到他 說些什麼 好緊張 準備一下 終於等到你了 對不起 你聽我解釋吧 好嗎 這樣不是很好的 春大師說 隨時沒事 每一刻都要擺一個勝利者的姿態 再想想 怎麼這麼巧 沒有 打你而已 痛了 痛了一點點 不過我來看看你 怕你受不住感情的創傷 這個 就用這個 我都沒等到 好痛 很痛 不行 不可以走開 怎麼看 我等了很久了 但我發現 我是回夜班 她是開小組的 根本就想等不到 等其實只是一個過程 那你在等的過程裡面 其實 想回頭 有沒有感覺到 有一刻的安慰 或者有一絲的溫暖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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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經常都跟你說 其實 做人呢 就要做多兩次準備 那你可能 一早知道翻風 你不應該帶到你衣服出去呢 那你現在有沒有穿多一件衣服 還是要去做呢 頭部 對不對 又是他 那不覺得 是他 怎麼了 沒有人去做 做 你其實是在做 幹什麼 在想 用WhatsApp攻陷他 他沒用 這個方法不行 又是另一個方法 如果他繼續多人服你 你就採取更加強硬的攻勢 你就開始自己不自己 自己回自己,回到… 讓他回覆你位置 迫得起電話,你就不可以欺負 欺負 你就輸了一輩子 你們要找個方法 把你心裡的說話全部說出來 這樣你才能成為人生的成績 他回覆我了… 你不可以回覆我 你一定不行了 是最好你的 謝謝你,戴春 不如我們一起聽個訊息 一起等數,這個成功的起業吧 好 你去死吧 你做完這些無聊的事 誰教你做完自己回自己 這些這麼兇的事 麻煩你和你的朋友都死開 你們好麻煩 你去死吧 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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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嗎?死了嗎? 我每次都是這樣 那你密成金銀都要注意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